进入到五六月份以后,又迎来了毕业季,今年大学生找工作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困难的,毕竟今年我们又迎来了史上最多一届的大学毕业生超过900万,而且现在还是疫情期间,去年疫情就有相当多的大学生朋友们推迟了找工作的时间,两箱一叠加,我们绝对可以判断工作不太好找。 大家一定要提前下手啊,当然对于很多大学生朋友来讲啊,有很多人心中是有这样一个信念的,那就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工资不出头嘛,面对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面对房价不断攀升的各大城市,很多年轻人都觉得,如果我未来想要有一个优渥的生活,好歹我得有足够的财力买套房吧,那么打工不大可能啊, 你就算是金领阶层,你一个月挣几万块钱,你恐怕也买不起房子,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存了这个创业之心,说实话,大量的年轻人投入到创业这个领域,也是我国经济保有活力的一大原因。 以前我们就跟大家对比过,比如说咱们这个邻邦韩国,对于韩国的有志青年来讲啊,他们的出头机会很少,大部分人选择的就是啊,考公务员呀,考律师啊,或者参加各种各样的名企培训班,以希望能进入到像三星这样的大财阀企业之中去。 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讲啊,创业的比率比我国是低很多的,为什么? 韩国经济被财阀严重把持啊,韩国那个财阀对经济的渗透远超我们想象,不是说三星集团人家既生产芯片,又生产手机,既有医院又有游乐园,不止这些行业啊, 三星连街头餐饮连锁店,人家都有染指啊,所以韩国年轻人想出来创业,那是非常艰难的,相对而言,我国年轻人创业要容易的多,而且过去几十年,咱们经济一直是蓬勃增长的,我们就看一个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啊, 每一年相关机构公布的这个首富排行榜,您去看看,这么些年来变化了多少次啊,今天就连两位马爸爸和一位王爸爸都不敢说自己能永远在那个榜单上待着了, 所以啊,咱们这么蓬勃增长的经济形势,给了很多人希望,周围天舍翁,目灯天子堂,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经济领域更是这回事了,所以对于很多有志青年来讲,大家考虑的不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而是如何去创业,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得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创业,你一定要插亮自己的眼睛,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创业并不是一个个高大上的项目啊,你有技术,你有想法,你有点子, 然后呢,你去找风投,找天使投资,融给你一大笔钱,在所在城市最好的写字楼,租下一整层, 然后等着三五年之后,公司上市,说实话,这种创业不是没有,但是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小, 大部分年轻人的创业呢,其实就是开个奶茶铺,开个小卖店,或者到互联网上搞个店铺, 卖卖东西而已,这种创业,一方面,并不需要你有多么深的人脉,多么丰富的经验, 另一方面呢,整体投入也并不是太大,可能有个十几万,二三十万就够了, 有的年轻人会跟家里身手要这笔钱,有的年轻人呢,可能打工几年攒了一些钱, 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套信用卡呀,套花呗呀,到网贷去借款呀,来补足自己这个创业资金, 很多人的理想是很宏大的,他们想,我从一家奶茶铺干起, 只要我够心勤,只要我这个奶茶够好喝,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买奶茶, 然后我就一家变两家,两家变四家,四家变八家,不是有那种奶茶企业都上市了吗? 人家能上市,我为什么不能上市呢? 对于很多几乎没有经验,但是手头或多或少有点小钱的大学生来讲, 开个小店还真是一个创业的好路径,然而我们真得提醒大家呀, 创业的路不是那么好走的,往往你看到的生意火爆的企业背后有多少艰辛, 你未必能了解到,而且这还是挺下来的,有一家挺下来的,恐怕就有十家挺不下来的, 更关键的是,在你创业的路途上,有很多人憋着骗你呀, 咱们就说最近最火的奶茶铺吧,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中国年轻人似乎对于奶茶特别的喜欢,有便宜的三五块钱一杯的, 也有贵的三五十一杯的,但是真的随时随地都有大量的年轻人能到奶茶铺去消费, 以至于让很多人觉得开奶茶铺绝对是个稳赚不赔的生意, 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打起了这些大学生的主意, 你想开奶茶铺是吧,可是你一方面没有品牌, 另一方面没有经验,店内怎么装修,物料如何采买你都不清楚, 要从头学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 所以呀,就有各种各样的连锁加盟机构来给你做出指导, 咱们可以随便找个搜索引擎,你就搜索奶茶铺字, 您看看能蹦出多少个吸引你加盟的奶茶铺来, 人家这个广告词做的太棒了, 你投个几万块钱,我就给你全套的品牌运营策略, 有专家指导你如何装修,如何采购,如何配料,如何开业, 开业之后经营的不好的话,还随时随地会有业内专家来对你进行辅导, 你只要花个几万块钱加盟了人家这个奶茶连锁品牌, 你就坐等数钱吧, 对于很多准备创业的年轻人来讲, 哎,这真是一条捷径啊, 你想,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这个时候就有人愿意手把手的教我, 这不是送我发财吗? 然而,不知道有多少人坠入到了这种加盟援锁骗局之中, 前些日子,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系列的大案, 有很多这样的所谓加盟品牌, 人家从创立那天开始就不是为了卖奶茶的, 而是为了卖加盟的, 你没加盟的时候, 哎,各种好话, 套话, 把你灌得迷迷糊糊的, 只要你钱交上去了, 你获得的可能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 众人皆知的开店策略而已, 甚至上海警方指出啊, 有的这个加盟品牌商人家多坏, 人家特意啊, 在上海某个大商场之内, 装修了一个所谓的品牌旗舰店, 然后在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之内, 每天雇上百人到他这个奶茶店来买奶茶喝, 以往咱们知道啊, 很多这个奶茶店在开业之初, 为了造成这个饥饿营销的状态, 为了让大家感觉到, 哎呀, 一茶难求, 他们会主动的雇一些人过来排队买他的奶茶, 这是为了骗消费者, 这是为了让消费者觉得这个奶茶特别好喝, 所以人家雇人买奶茶, 而这家奶茶加盟品牌啊, 人家根本不是为了骗消费者, 人家就是为了骗加盟商, 人家就是要给加盟商造成一个我这个品牌特别火爆的假象, 然后来骗你的加盟费的, 短短一两年之内, 人家就敛财超过七个亿啊, 大家可以想见, 如果你加盟了这样的品牌, 你那个奶茶, 它卖得出去吗? 如果在你的辛勤劳作之下, 你这个不知名的加盟品牌卖出去了, 太好了, 人家可以继续卖给你物料赚钱, 而且还可以利用你再吸引更多的加盟商, 而如果你卖得不好, 你倾家当产了呢? 对人家来讲, 是你经营不善, 我有什么罪责呢? 所以啊, 咱们这些准备创业的大学生, 在你创业之初, 真的要好好考察市场啊, 千万别中了招, 被各种各样的加盟品牌所欺骗呀, 咱们这么讲吧, 对于年轻人来讲, 身上有着无穷的精力, 大家确实觉得, 让我安于现状, 找一份几千块钱的工作, 实在太屈才了, 而且我这个工资上涨速度, 永远跟不上所在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 所以很多人是愿意创业的, 有这么多创业的青年在, 所以我们的经济才能不断的保持活力, 这不是个坏事, 但反过来想, 当你真正决定去创业的时候, 我们真是建议大家, 自己做下来仔细算算, 你到底有哪方面的能力, 你到底积攒了多少经验, 你在这个城市中有多少人脉, 是不是到头来, 你就是有点钱而已, 对于创业者而言, 有时候, 钱反而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真的除了钱之外, 其他什么都没有, 就指望着天上掉个馅饼, 有人收了你的钱, 就能教你致富的方法, 那我劝大家, 趁早打消这个创业的心, 对于很多创业成功者来讲, 往往人家回忆自己创业成功之路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 我是先进银在某个行业五年十年, 真正吃透了这个行业中, 每一个关卡的诀窍, 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和人脉之后, 我才敢走出创业的第一步的, 是的, 打工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很辛苦, 每天要看老板脸色, 每天要按时上下班, 所以很多人觉得, 如果有朝一日, 我当了老板多好啊, 天王大, 我王二, 我上面没有任何人管我, 我想几点上班, 就几点上班, 我想几点下班, 就几点下班, 当老板, 好歹会更自由, 可实际上, 你去问问那些开小店的老板们, 到底是开店自由, 还是打工自由, 好歹打工的时候, 你看一个人的脸色就行, 开店之后, 你要看无穷多的人的脸色呀, 而且开店做老板, 你要担负的压力, 恐怕要远远大于一个打工者, 所以我们不是劝大家不要创业, 而是说, 当你真正决定创业之时, 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更要对未来的创业之路的艰辛, 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千万别觉得, 你拿点钱出来, 随随便便加盟一个店, 你就能开始一段致富之路, 往往你开始的绝对是一段赔钱之路啊,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